大家好,今天是10月6日 回到明報BUSHER賣真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道指 今晚美國就會出非農就業人數和失業率 今個星期三出了ADP私人就業的小非農 我們所謂的小非農就業人數 比預期低很多 市場就要留意今晚的數據 會不會都一樣比預期低 如果預期出來的結果是比預期低 市場就會繼續去炒 美國的息口會有機會 不會再進一步加息 因為它開始進入衰退 美國的經濟進入衰退 因為加息的環境之下 你見到道指 今個星期 其實它由9月中開始跌下來 叫下跌得多 去到今個星期 10月4日最低下跌了33021 但是細心一點去看 其實它是由9月15日很短時間 走了十幾天 由35,300跌到330跌了2000多點 現在叫做站在那 但是反彈力度就不是很強勁的 留意一下今晚的數據 如果市場預計出來是比預期差 失業率又會飆升的話 市場就會看美國是否會出現衰退 而那個息口就會 會有機會 不再加息 或者是高息環境之下 開始就會去炒 幾時減息 當時就會對Dow Jones 就會有支持 因為只要一減息股市就會做好 現在暫時來說 當然言之上早 你說去減息的話 但是問題就是 它會不會去炒這件事 現在的技術面上面 它站在這裡 連續兩天都是橫行 今天都是橫行 好看數據 如果它抽穿昨天的頂 今晚出完數據 如果它抽得上3336 7334的話 它有權做一個反彈 反彈會彈到336 甚至再高一點會上到33850 扯到最高是33850 但是是不是代表著 它叫做見底回升 我們就沒有這麼快可以這樣說 你只可以說屬於反彈 所以變成如果 短炒的話 如果你做 還是有淡倉的話 你又去駁個數據 它一彈起你就要走 因為它一夾 就一定是336 甚至338那麼高 它可以夾到上這些水平 絕對可以 所以變成你有淡倉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數據一如預期 美國的 就業人數仍然 很多 通脹仍然都是高期 美國的息口仍然維持不變 預期會今年還有一次加息 然後等多一年都未減息的話 其實美股都是上不了 美股都是上不了 整體上我們如果做法 最理想的是蛋糕去沽 現在的問題就是它有沒有機會蛋糕 要小心 這下夾 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 美股會不會出現一個改變 或者一個趨勢去改變 暫時就 不應該買的 就算它反彈也不應該買 我們仍然都是維持高估的策略 那麼問題就是 它會不會夾到上去 接近338然後才再扔下來 因為它始終都跌得多 會不會出現反彈 還是 根本上就是還行 還行完之後再繼續跌下去 我們觀察就是這個 留意一下今晚的數據 現在這個位置 你去倒數據 就難倒 這個位置就直播率不高 因為一 夾上去 基本上隨時夾六八點都行 變了 等完數據先 如果數據清晰 市場再繼續follow下去 那你就follow 就是這麼簡單 10天線做你的指示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機會 採取一個高估策略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